好,小伙伴们,咱们继续回来啊,上一个视频老师给大家断了一下啊,来,咱们继续看啊,Connection Capalive,这是什么意思呢,这个意思啊,就是说你是否支持这个长连接啊,支持长连接,下边的这个tag呢,其实它就是一个标识的意思,就是说啊,你每次访问,如果与最开始一样啊,则返回咱们的304, 否则呢,教验不一致,则会返回咱们的200啊,这个啊,就是咱们服务端的一个响应,然后呢,咱们刚才老师使用CURL,访问我本地的这个IPG,NX服务,然后呢,咱们现在再使用CURL,咱们不打杠I,在这里边,你们看,这是一个测试的一个页面啊,其实啊,它是咱们的这个NX测试的一个页面, 因为我是不是没有写这个网站的一个内容啊,好,那么咱们现在来看一下NX的一个预志,cdword下的log下的NXLS,咱们cat一下access.log, 同学们看,是不是有两个访问的一个请求,分别是这个时间,是不是访问了我两次啊,同学们看,这里边是不是请求方式,一个是hand, 因为我第一次是不是使用CURL命令-I参数了,然后第二次我是不是直接访问网站内容了,在这里边是不是就是这个get的请求方式,然后呢,咱们的http1.1,并且呢,后边还有它的状态返回码,在这里边呢,就是你使用什么方式去访问的,老师呢,使用CURL命令去访问的, 当然了,如果你使用你的这个,咱们看一下,老师使用我的这个谷歌浏览器,你看一下你使用你的谷歌浏览器访问你的网站,在这里边, 这种方式还是CUI啊,命令吗?答案肯定是不是的啊,他在这里边啊,他会给你显示这个谷歌浏览器啊, 好,来,稍微等一下,老师呢,把这个页面打开一下,然后咱们再用网站去访问,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accesslog, 同学们就可以了解到咱们http的一些请求方式,并且怎么去看了啊,这个老师给大家讲,这么这个htt协议啊, 其实目的是什么呢?其实目的就是为了一会儿带领大家去做https协议的这个证书啊, 同学们看,我使用我的浏览器去访问,好,那么我现在再看一下我的在这点, 好个,同学们看,是不是多了好几条信息啊,在这里边,同学们来看, 这是不是chrome使用浏览器去访问,并且使用浏览器访问,你看是什么的一个方式, 是不是get的一个请求方式啊,因为你用页面去,你用浏览器去访问你的页面, 你不可能只看它的头部,而不看你的网站主体内容,对不对? 好,这个啊,就是咱们http的一些请求方法,和服务端的一些响应, 及它的一些消息解构的一些基础信息,大家了解啊,好,谢谢大家。